哈囉我是Lulu媽 最近呢這幾個月開始有在運動 才發現其實運動真的是很不錯 像我以前是屬於那種我寧願少吃一口 我也不想多動一分鐘的人 可是開始強迫自己運動之後就發現 運動完的那個舒服感 不是喜歡運動當下 因為你知道運動當下其實也 有時候會蠻想死的想說好累喔為什麼要來 可是運動完之後的那個舒暢感 尤其是洗完澡就真的覺得很舒服 是喜歡那個之後的感覺 不是那個運動的當下 然後我運動的這幾個月呢 我覺得啦我的手臂有變比較細 其他就比較沒有什麼感覺 本來開始運動的初衷是因為想要減肥嘛 想要體重下降 可是開始去運動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體重好像不是這麼重要 數字好像不是這麼重要 雖然還是很重要啦 看到它降低還是很爽 只是就是你會發現其實我們現在要求的是 那個曲線前凸後翹的感覺 然後開始運動之後我才發現我的身材真的 不太行 就是我的手臂跟我的背是屬於比較厚的 然後我的屁股呢竟然是完全沒有肉 然後甚至就是很扁 你知道我以前不會覺得我的屁股特別塌 或者特別扁 可是開始運動你要穿那個運動褲啊 整個就圓形畢露 哈哈 你知道我們常常去運動啊 看到一些人穿那個運動褲啊 你知道那個屁股就是翹那個弧度啊 你就會覺得 哇也太美了 然後你就看看你自己 你就會覺得 嗯 就是自己真的不行 哈哈 我這幾個月呢都是去健身房上團課 然後一般大概都四五十個人 所以你的動作正不正確 或者到不到位 教練其實真的沒辦法一一糾正 所以常常我們可能是做錯的啊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這時候呢 我才覺得應該去上私人教練課 這次呢 我報名了連續八週八堂的私人教練課 希望可以達到我要的目的 就是練翹屁股 然後練手臂 然後跟練背 可是呢 當然不可能一週去一次 就達到我要的效果 我其他時間還是會去健身房 做上一些團課啊 然後每去健身房的時候 就在家裡自己就是 做一些訓練啊 做一些運動這樣 身材這件事呢 如果你想要它完美 就是不能懶惰 好痛苦喔 可是沒辦法 如果你想要那樣 你就是要付出代價 接下來的八週呢 我也會錄影分享給大家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動起來 如果呢 有什麼運動上的問題 還是有一些小撇步要分享呢 也歡迎留言給我喔 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也可以偷偷幫你問教練喔 讓我們一起朝著前突後翹 請進 今天是第一堂 不知道會不會很長 因為平常上那個團體課啊 就算你偷懶 教練其實也不會理你 可是這個是一對一的耶 感覺會很糟 然後沒辦法偷懶 好了 我們準備去上吧 走 好我們要走囉 嗨 他就是我這一次的私人教練 然後我的翹屁股就要靠他了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OK 我來挑戰一下 好那我先 好 好 這個就是我這八週的健身教練 叫Jack 嗨 嗨 嗨 那我們接下來 現在要先幹嘛 呃 待會兒的話會先了解一下說 你原本的運動習慣跟運動頻率 好 寫這個就是 這種 然後等一下就要量 殘酷的現實 你的身高體重那一些 就看你是不是胖子 好我們先來寫吧 是 那待會兒我們現在這邊就寫完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帶你先量一下 陰霸體的部分 你要接受一下 好 現實的參考 可是我今天有吃早餐耶 早餐超過半小時的吧 應該一早之後應該不要吃早餐了 對 沒關係啊 我們要接受一下 看一下目前現在的 你的肌肉組成呢 你的體質大概在哪邊 好 比較有目標性 好 走 為什麼我變重啊 太久了就變重了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我變重啊 我上禮拜沒那麼重啊 好 我們要看結果 為什麼我忘記變胖啊 我記得我上禮拜兩才五十三耶 因為 他還是會有點微調 但有可能是水分上面 應該是我剛吃早餐吧 哈哈哈哈 目前的話比較大的問題 會是說 在肌肉量的部分是來的比較低一點點 肌肉量上升跟脂肪下降是困難還是還好 肌肉難 脂肪比較簡單 好 所以其實減重減脂會比較簡單 好 增肌很難 好 對 不錯啊 因為你的脂肪很平均啊 哈哈哈哈 所以我是平均的 對 對 健康74 對 因為就是 其實70分就算很久 74聽起來很爛好不好 至少要80吧 80其實都已經練得蠻不錯的 真的喔 所以一般人就是正常人 大概70整左右 大概70整左右 70整 所以我70整還不錯喔 中殺 主要是肌肉的提升 然後跟脂肪 再下修一點點 好待會我們現在開始先做暖身的部分 暖身的部分非常重要 然後你一定要做 就是你在運動前最重要的就是暖身 好 然後待會把你的左腳往前踩一步 右腳往後 對 好 右腳往後 對 雙手下來摸到你 腳內圓 內圓 左手要進來 左手要進來 左手摸到裡面 對對對 小小的身體往前 壓一下 對 他手在裡面 手還在裡面 然後往前 然後把往後推出來 對 然後再往前 對 最後前後就好 四個 對 好 三個 對 來先把你的寬度先把它打開 喔 最後一個 我膝蓋會痛耶 這腳都很沒 然後等一下 把右腳踩四萬 對 好 所以他先把這個內圈打開 好 往前推一下 對 然後我們往後拉 往後 那這邊你膝蓋會痛嗎 還好 不會 你膝蓋會痛嗎 我膝蓋會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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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左邊手肘 往下 踢踢踢 慢慢來 慢慢轉 然後慢慢轉 看來是你的胸口 跟整個面向 右邊 然後手伸直上去 對 所以這裡有大力之間就好 好 慢慢下來手肘 慢慢來 來 往上 那跟我一條不在做的動作啊 就哪有大力之間 對 全世界最好的伸展 就是這個動作 對 好 六 最後五個 腳比較有壓力也行 然後手都要輕輕放下來 轉 對 下來心 吐氣轉 對 蹭蹭上來就好 ok 然後 來 最後五 四個 5 3 好 兩個 最後一個 你要雙手這樣 這是暖身 好 膠巴往伸 身體先到平的就很像一般的棒式的位置 好 屁股 踢到這個 然後再把下壓 接近地板就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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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活動一下你其實 不加強 往上 最後四個 好 好 下來 對 好 手要伸直 不然會變很累 最後三 對 下來 對 手要打 對 要貼 對 手伸直是貼 對 身體 好 真的 你是不是很深啊 對 又一個 腳上比較急追 趕出來 好的 休息 好 好 滿身不是聲音 跳一跳去的嗎 好不合 對啊 滿身不是聲音 對 對 本來我們 所以我們滿身結束了 對 然後現在我們要開始進行主要的訓練部分 好 從最簡單的就是我們深蹲的動作開始去試試看看 練屁屁是不是 對 下你的動作 好 待會兒啊 雙腳踩比你的肩膀寬移步 寬移步 然後稍微會轉一點點 所以你兩個腳尖方向是一樣的 好 然後雙手先要前伸直就好 對 對 對 慢慢往下 往後做 你也做太低了吧 OK 然後慢慢回來 好 對 然後現在手就放回到你的雙口 我們應該撞一下大概平衡的感覺 對 這是最簡單的 然後第二個難度就在你的手前面 好 慢慢往下做 對 折折到我的 對 差不多這樣不錯 最近有點要滾起來啊 最近點膝蓋 給大家整個不要掉下去了 做維持在這裡就好 好 然後重心它稍微往後 好 往上 膝蓋回來 好 然後這次我們現在 我們往後做 我們做往後的手掌 對 好 這個地圖我們要往後 先往後推 對 好 不錯 好 先來 然後這邊 這樣 好 好 四個拔下 然後站起來 OK 來 好 現在就是腳腳的膝蓋可以拿回家 然後上去就這樣 剛好站直就好 要有膝蓋往後壓 就站起來就好 如果有膝蓋可以 好 好 然後記得 基本上先不要痛一點 老實 如果真的痛 就不然你會做什麼 所以就好 先拉上去 對 對 對 最後一個 好 最後三個 對 就是往上 好 對 對 好 好 不要讓它順次一個卡掉 所以順次我們會比較好 好 好 接著我們第二個會做的東西是 分腿的東西 它叫分腿蹲 對 它是一個浪曲的動作 就是我們先把左腳抄前面 那右腳 你看我們左右兩邊要把它翻開來 對 所以要讓它踩出來一點力 對 對 好 所以不要讓你的腳重力 好 然後現在你可以先用一個方式 讓你的膝蓋輕輕放在地板上 好 然後後腳腳踩地板 對 好 讓你的膝蓋也太地板一點點了 十個分 好 好 對 記住這個位置 對 記住一下 好 好 所以我們上來走到這個地方 好 然後下去的時候到剛剛那個位置 好 對 那我們剛剛我們注意力放在我們左腳 好 會出比較多力 因為腳也那麼痠 但是我們要把注意力放在我們左腳 好 慢慢往下 好 好 然後記得你的這個肚臍的方向都朝前面 好 好 然後這個膝蓋不要讓它往前面 待會這個腳尖朝前面 對 OK 對 這一腳步呢 我一直要放到什麼 一直朝著前面 不要讓它的腳 對 對 朝著前面 好 然後 腳跟都不用握力了 就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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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腳在前面 然後左腳 你可以先找一下定位 找一下定位 就下來 大概兩個腳或是接近90度 對 然後再慢慢離開地板 好 好 所以 你可以用手探摩的方式讓它去擦到定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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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盡量的指揚力 好 就這樣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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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們要進行第三個動作叫做巧適的動作 好 待會有人先準備一個離家店 不要讓你的身體不舒服 好 先幫我往後躺下來 躺到地板 可以 腳 腳幫我彎起來 腳踩地板 好 可以的話你可以踩進來一點點 大家要記得說 如果你今天踩再進來的話 你的膝蓋會不舒服 然後就可以再把它往外一點點 好 好 好 你想的話可以剛好一個垂直角度 好 對 好 因為主要是你比較好發力 我也會滑出去 好 雙手剛好是 你放在你兩個地方 所以等一下你的手可以壓緊的地板 然後我們會幫你協助你保持這個平衡 好 把你的屁股這個方向的地方 吐氣的時候把它推到最高 好 現在是慢慢上班 推到最高 再上 再上 好 上到最高的地方 然後注意我們知道這後側 腿部跟我們的 皮股 然後記得你要的地方都可以處理 所以要稍微縮小褲 好 可以慢慢往下吸 對 然後輕輕的點到地板之後 你吐氣的時候 就可以要往上上了 來 非常好 然後就注意一點的腳 或是可以是踩到地板 以外 然後慢慢往下吸 好 可以吐氣往上 這邊 對 那你可以濕下 濕下來就把它交成衣服 你看中間當然你有沒有覺得不舒服 所以要 或是你覺得累的話 你可以學習一下 然後下吸 我這個動作是今天最緊張的 沒錯 對 所以那就不用休息 好 好 好 我們完成了第一堂課 教練對我的評語是怎樣 我覺得其實今天看你的狀況整體下來 其實還不錯 但是因為 就是有一些小細節的地方 或是動作上 需要去做一些調整而已 不然的話 看得出來你原本只有在運動 對 因為沒有跟我們一開始 可是我發現我好像真的很多地方出力錯誤對不對 對 因為這個部分就是 所以你才會說一開始你練兩個月 到底練了什麼東西 對啊 然後都沒有肌肉 對 所以我們才是要去把動作去調整 所以我們才去分享一些比較細節的東西 好 大家比較好去 在家裡自己也可以試著去做看看 好 所以 今天教的這三個動作 我在家裡 就是也都要做 對啊 當然要練習 不然 我們真的在自己做的間斷 可能說 一些 讓自己開始習慣運動 好 但我們就再把頻率 試著去讓它穩定 對啊 可以的話 你最好做到三天 可以嗎 可以可以 那我在家裡是要 就一模一樣 還是要加什麼東西 你可以先以像我們今天教學是沒有重量 沒有在哪額外的東西去做一個訓練 那再接著的話 如果你真的覺得比較輕 你可以拿一些你的包包 或是說我們一些家裡的可能說 小小重量水啊 或是書 都是我們比較常用的 甚至 我之前也會請學生說 你拿著你的行李箱 對 就是一些生活上我們隨手可得的東西 當一點小小的負重 放在你的胸前 就OK 對 然後試著做一樣的動作 那些技巧的地方 還是要去注意到 欸 可是我看那種 就是你知道 就那種YouTube那樣很厲害的 你知道身材很好 他們也都做一樣的動作而已 他們也沒加重量啊 對啊 這個問題 問得非常的好 對啊 那為什麼那個 因為其實他們主要也是分享說 讓大家可以開始去做運動 開始去知道說 運動的重要性 對我們身體也有好處 但自己在做訓練 如果你希望可以有這麼明顯的線條 或是說更符合自己期望的曲線 那變成其實強度上都要來的再高一些 所以他們都騙人了對不對 沒有到騙人啊 沒有到這麼誇張 所以其實他們在家裡都一直在拿東西 對絕對還是有再把強度做一些提升 就是不單單說只有我們今天分享 比較LV1的部分 對實際上可能還會再做一些 更多的高強度訓練 所以我下一堂就開始要拿東西了是不是 沒錯 沒有說真的 你還說是還不錯的 就可以開始加一些強度了 好下一堂喔 沒有那麼急 對 好OK 那我們就是說下一次的訓練 我們就開始加一些強度進去 好 對準備好 好 OK有信心喔 好OK一起加油 好那我們下一堂見 拜拜 拜拜